论文这个事件 到现在为止张三真的没讲话了 他也大概比较厚道 不愿意去打了 那台大校长管中铭也没讲话 其实第一时间我就跟管中铭喊话 我是你台大你校长出来讲话 要这么处理赶快处理 校长这很重要 这不是只是牵涉到 国发所的声誉 牵涉到整个台大的效益 你会害到其他台大的硕博士 而且也影响到台大的国际形象 当然当然 这种新闻一定会上国际新闻的 所以管中铭也不能够不讲话了 他可能觉得还现在快要卸任 不想讲这个事情等等 交给国发所自己处理 不行了还是要讲 另外就陈明通现在既然被人家讲述 他173个都是他指导学生太多 论文都拿出来查一下 人家没有问题要还人家公道 现在变成 你指导教练是谁 陈明通 心里就有一个问号 全部查一次 没问题刚刚就跟人家讲 都没问题 有问题赶快挑出来 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子 不是吗 文欣 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心里头 就是先有很多的政治疙瘩 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政治事件 毫无疑问 可是有很多事情 它的价值应该是远超过政治的吧 就一个学校的生育 难道不应该超过政治吗 一个国家 它对于作弊这件事情 是否容忍 难道不应该超越政治吗 就如果我们现在跳在政治里头的框架里头说 现在如果说这是抄袭的 那我就好像帮了这个国民党 现在如果我跳出来如何的话 那民进党就会来围攻我 当你心里头有政治的时候 我告诉你就不可能有学术良心 这是我现在 我必须要去跟管中敏校长喊话的地方 其实我一直很庆幸 我不是台大毕业的 我真的很庆幸 因为我当年 我的分数真的可以是进台大 但是我要以政大新闻系作为第一支援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 我的选择是对的 虽然现在政大也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一个学校的生育 是建立在点点滴滴 每一个校友的努力上面 每一个教授的努力上面 台大到目前为止 是全台湾唯一能够搬得出去 在全世界有竞争力的学校 这难道不应该超越政治吗 你心里头自己有政治疙瘩 所以不敢出来讲话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太懦弱了 你要出来捍卫生育 其实今天您之间碰到的两大抄袭案 不管是中华大学的案子 或者是台湾大学的这个案子 这两个案子说穿了 其实一比对你就知道 就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的东西 你没有大量复制贴上 它绝对是涉及抄袭 那到底那现在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哇这个林志坚是 double的受害者 中华大学这个地方 哇一堆教授去抄袭 他的这个论文 然后呢台大呢 他的学长呢去抄袭他的 都抄他的 就你是一个double的受害者 这么厉害 要不然你就是double的加害者 而且你是在这个时候 还去加害中华大学的教授 以及你的学长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就如果说这件事情 这确定就是林志坚是抄袭 这百分之百确定了之后 我这边要再提一点 职场上的霸凌 我们可以允许 余正皇这个就是国发所的 这个前面毕业的这个学生 余正华是个小小的调查员 今天国安局长出来定调说 这个东西呢是余正皇去抄袭林志坚 而且他居然纵容这件事情 他自己公开说他纵容了嘛 他自己讲的声明 他讲说是我拿林志坚的论文给他看 然后他就抄了 抄了之后我口试的时候 还让他过了 是陈平通自己说的 今天如果说今天不是像陈平通所说的 而是事实上就是林志坚去抄袭 余正皇的一个国安局长去对上 一个小小的调查局长 我们可以容许职场上这样的一个霸凌吗 我觉得以前你把那个普色什么大学 有没有 就已经把大学搞得好 这个水准就降低很多了 好吧 你说大家人人念大学吧 这个都有权利嘛 就念 你把研究所现在都搞成这个样子 大学就算了嘛 你们研究所硕士博士被你们搞成这样子 实在是真的是真的 我就不知道他们要搞什么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